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一直非常关注苹果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收到相关的留言和私信询问 到底是该购买哪一款啊该不该等啊之类的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也很理解 因为苹果很有可能就要推出他们的下一代芯片M2了 所以到底是该等还是该直接买确实是特别让人纠结 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一些Mac机型最新的一些消息 希望能够对于想选择购买还是等待的小伙伴们能够有一点点帮助 根据现在最新的消息 苹果正在至少9款Mac机型上测试4款M2系列芯片 4款M2芯片呢我们掰扯掰扯 我想应该就是M2、M2 Pro、M2 Max以及M2 Ultra 其实根据消息来源的说法 这最后一款M2 Ultra的命名还不一定呢 因为它用的名字并不是M2 Ultra 只是提到了会作为M1 Ultra的继承者 我想到之前我自己也根据一些现有的消息 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M2 Extreme芯片的 所以这款M1 Ultra芯片的继承者 到底就是M2 Ultra呢还是说会是M2 Extreme呢 这个我想我们也就在苹果发布了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那我们还是看看这些正在被测试的机型包含了哪些 首先被测试的就是一款拥有M2芯片的MacBook Air 同样也在用M2芯片测试的还有一款13英寸的MacBook Pro 也就是入门机的MacBook Pro 就和我在视频开头讲的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在焦急的等待这两款 因为MacBook Air据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设计上的更新 会采用平边的设计并且有多彩的颜色选择 而13英寸的MacBook Pro作为入门级的产品 价格呢更加的便宜 而性能呢又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所以一直都是很多人想买的产品 那好消息这两款现在都正在测试当中 同时还有两款Mac Mini在测试当中 用的芯片分别是M2以及M2 Pro 消息来源同时说 苹果其实本来还打算测试M1 Max的Mac Mini 但是因为在3月份的发布会 苹果刚刚发布了有M1 Max和M1 Ultra芯片的Mac Studio 所以就显得M1 Max的Mac Mini有点多余了 因为他们如果用一样的芯片的话 其实性能上是不会差很多的 所以在最终我们可能看到的应该是M2以及M2 Pro的Mac Mini 同时也在测试中呢还有一款Mac Pro 那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苹果很有可能在今年6月份的WWDC发布一款Mac Pro 这一次的消息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这款新的Mac Pro搭载的将是我刚刚提到的 M1 Ultra芯片的继承者 所以我相信性能一定是非常强劲 其实以上几款的Mac机型 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就陆陆续续的看到了他们的一些新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听到苹果正在内部测试他们的消息 倒也没有多惊讶 但是真正让我感到有一些讶异的 其实是下面两款机型 据说苹果也正在同时测试 M2 Pro和M2 Max的14以及16英寸的MacBook Pro 这个确实是让我有点惊讶 因为苹果在去年的下半年秋季发布会 才刚刚发布了M1 Pro Max的MacBook Pro 当时这个强劲的性能是让很多用户都非常的兴奋 那距离去年发布这两个机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苹果就已经开始测试新芯片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我们将在一年的时候就得到这两个机型的更新呢 不知道才购买了这两个机型的小伙伴看到这个消息 会不会心里感觉有点哇凉哇凉的 那根据彭博社的说法 如果苹果这些机型正在进行内部测试了 那就说明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就能够看到他们 现在距离6月份WWDC也越来越临近了 我觉得如果苹果正在同时测试这么多机型的话 那至少我们在6月份应该能够看到其中的两三款吧 然后剩下的有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或者说明年的上半年与我们见面 我自己觉得MacBook Pro 14以及16英寸的机型 其实苹果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年发布 因为今年的新的机型的发布计划已经排的这么满了 再加上这个更新周期才一年是不是着急了一点 如果他们把这个排带明年发布 我其实也不会有多大的意外 或者说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失望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怎么看 在这些众多的Mac机型当中 有没有你非常想购买的那一款 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弹幕以及私信和大家交流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客家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